为了让大众可以吃得安心 20号凌晨2点 花莲县府农业处长与果菜市长主席 特地来到果菜市场卸货区 检视相关的防疫动线以及管制点的措施 以维护外地来到花莲果菜能够不被污染 让花莲乡亲能够安心食用 防疫期间每个公共场所 也都设立了相关防疫检测地点 而花莲县政府果菜市场 是提供花莲地区主要的蔬果来源 为了确保防疫期间 蔬果在运送过程当中 人员以及食品不会受到疫情的感染 20号凌晨2点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与果菜市场主席 特地来到果菜市场卸货区 检视相关的防疫动线及管制点的措施 货跌好一定要做消补的动作 然后把环布盖起来 让它一个在干净的空间 直接来到花莲在卸货 最安全 我们果菜市场针对出入口 会进行管制并执行 实联制的一个QR Code扫描 然后在外来货的 外来菜的部分 也会要求在叠货完成之后 必须消毒然后密封 才能进入现场 那针对外来的帮货的一些 搬运工等之类的一些司机都会测量温度 那其他的部分也会全力的来配合我们花莲县政府 来执行防疫的一些措施 农业处长吴坤如表示 目前停课期间营养午餐停止供应 供货的蔬菜农友产品 县政府也协调相关农会超商来协助解决销售问题 我们一个礼拜在营养午餐的量大概1900公斤 那这1900公斤目前循大概几个方式在进行 一个部分是我们还是透过既有的通路 像寿风农会 在一些相关的有机或蔬果的这些通路上 他们大概都可以帮忙去做行销的去化 另外一部分呢还是有一些团散业者 在不同的通路 比如说像医院这些大型团散的部分呢 那我们大概可以协助做部分的去化 那未来在这些营养午餐 如果再持续的停下来之后呢 其实我们除了现在的去化之外 还有一些冷藏或者是 未来还有往可能在医护医疗这些 我们要去做捐助的部分也都在进行中 所以目前在控制营养午餐的去化 这些量大概绝对没有问题的 国餐市场经理表示 境外进来的果菜进入时 也都会进行消毒作业 以减少场地的污染机会 我们还会有一个喷洒 运用农民的喷洒农药的车 来做我们临时借用 来做我们果菜市场周边 包括场内的一些消毒 那也利用表排水来做消毒 那全场也会来做喷洒的动作 防疫期间许多公共场所 也都有相关的防疫措施 而外地来到花莲的果菜 果菜市场也会加强 加以防范 避免蔬果受到疫情的污染 以及运输人员量测体温的控管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 保持到疫情市场周边 行使用次序作用 随 МУЗЫКА 避免蔬果受到疫情иях 功用 红楼 替免蔬果受到疫情